從歷史上就再一次的證明 配合美國都不會得到好下場 那現在艾斯摩爾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他是被美國搬石頭把自己打死 艾斯摩爾真的全部都是在配合美國的政策 但是結果看起來就是拿自己的營收 割自己的血 要去滿足白宮政府的需求 中國道路現在的這些光刻機的這些製造業 有朝一日他們可以站起來的時候 整個中國道路市場 艾斯摩爾都再也拿不回來了 好 這一節焦點要帶大家來看到 荷蘭的晶片設備製造商 艾斯摩爾的財報不如預期 他們下修了明年的業績展望 15號的股價收盤暴跌了超過15% 這個數字創下了1998年來最大的單日跌幅 所以一路就拖累了這個美國的晶片類股重挫 費城半導體大跌超過5% 那輝達的股價也跌了4.5% 好 我們就來看到舊數字論數字 第三季的訂單是26.3億歐元 大約是28.7億美元 那比起去年的同期26億歐元是稍見改善的 但是蓬勃的預估說認為這個均值其實要有53.9億歐元 Visible Alpha的預估呢更是達到了55.9億的歐元 但是您從整個數字上來看 這很顯然連整個市場上預估的一半都不到 好 首先想請教大謙委員 你怎麼看因為艾斯摩爾他一直以來都是很配合這個美方的管 科技的管制政策嘛 那這樣子多年下來他們得到了什麼 從歷史上就再一次地證明 配合美國都不會得到好下場 日本配合美國通過了廣場協議 日本就陷入了衰退失落的10年 20年 30年 到現在還沒回來 然後瑞士的這些銀行為了配合美國去凍結俄羅斯寡頭的資產 所以導致到現在全世界所有富豪都不敢相信瑞士的銀行了 不願意把錢存在瑞士 因為誰知道哪一天美國一時興起又把他們的錢也凍結了 那現在艾斯摩爾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他不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他是被美國搬石頭把自己打死 他是被美國手上的那顆石頭打死 那他愚蠢的地方就是因為他聽了美國的話 就是遵照了美國的指示 然後開始對中國大陸進行科技圍堵 我給大家看一個數字 就是在沒有圍堵之前 中國大陸其實所有的光科技 都是靠艾斯摩爾 靠日本的這個Nikon 靠日本的這些產業 而且艾斯摩爾是算最大宗的 那麼艾斯摩爾在過去2023年 他在全世界最大的市場是台灣 就是我們是他的最大客戶 第二大的就是中國大陸 那中國大陸對光科技的需求量大到什麼地步 在2023年艾斯摩爾就算把他剩餘的這些出口 都出口到中國大陸去 他也只能夠滿足中國大陸50%的需求 所以還有50%是他沒有辦法 在他的生產線上沒有辦法生產出來這麼大的量 大家看一看就可以知道 說其實中國大陸對艾斯摩爾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客戶 好 然後你今天聽了美國的話 你說我不要賣給他了 不賣給他 DUA不賣給他 EUV也不賣給他 甚至連維修也不做 各位知道在做這些設備商 他們賺兩次錢 第一次錢就是我把設備賣給你 然後第二次錢我就開始無窮無盡的維修 這個我相信大家都有這種感同身受的經驗 就你買了輛車回來之後 那個車開始不斷地維修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哇 維修的錢 最後家家可能比那個車的錢還要貴了 但是設備商過去就是賺這樣的錢 你現在不准他賣 你現在又不准他去維修 那你就斷了EUV的很大的財路耶 就這麼大的一塊市場不要了 那你總要補他一個市場吧 我記得我曾經評論過 我說如果今天你美國讓EUV聽你的話 好歹你要告訴他說 那你剩下的東西要賣到哪裡去啊 賣給誰呢 賣給英特爾嗎 英特爾都快被高通收購了 英特爾快倒了 所以在全世界裡頭 EUV能夠賣的國家很有限啊 它能夠賣的就是台積電的體系 它能夠賣的就是中國大陸 可是當它現在被限制住了 大家就可以算得出來 這麼龐大的量一旦這一塊沒有了 那你當然你營收就減少啊 這就是為什麼你說彭博按照正常的評估 它今年的這個營業額應該要到 第三季應該要到53.9億 可是現在都只有一半而已啊 為什麼只有一半 那當然因為一半沒有辦法賣掉啊 沒有辦法賣到中國大陸去 今天ASMO面臨到的問題 跟NVIDIA黃仁勳面臨的問題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這個ASMO遇到的另外一個挑戰是什麼呢 好 原本中國大陸是仰造ASMO 所以它要給ASMO買 ASMO就躺在那裡就生產它的東西 就可以賺中國大陸的錢就好了 可是現在呢 你逼著中國大陸自己做 那你逼著中國大陸自己做之後呢 如果今天華為也好 中國大陸現在的這些光刻機的這些製造業 他們不斷的開始在這個錯誤中不斷的學習累積經驗 有朝一日他們可以站起來的時候 整個中國大陸市場 ASMO都再也拿不回來了 ASMO拿不回來 黃仁勳也拿不回來 沒有人拿得回來了 因為中國大陸自己培養了一整條的這個 這個晶片的產業鏈了 這是ASMO面臨到第一個挑戰 第二個挑戰是什麼呢 各位知道 做光刻機它其實就是把 這個電路 壓縮在很小的範圍之內 所以我們看到的所謂的DUV或者是EUV 像現在的所謂的極子外線 像EUV 它大概就是可以降到7奈米以下了 但是這些東西呢 這是一個晶片的生產方法 但是它不是唯一的生產方法 所以呢 我曾經看過幾篇報導 比如像日本 它現在就有一些企業在做什麼 它開始不要用DUV跟EUV 用這個晶片來開始時刻 然後重複曝光 然後來把這個電路板製作出來 它不要 它反過來做 它用什麼 它用奈米的3D印刷 它認為說我今天用奈米科技 我可以用3D印刷啊 我的晶片為什麼一定要用EUV跟DUV 時刻出來呢 我把印刷出來不可以嗎 我用3D印刷在做啊 所以其實 這世界上沒有什麼獨門工藝 可以吃一輩子的 所以當今呢 ESMO現在掃掉了一個大客戶 然後呢 立馬就掃了一個大市場 然後呢 又沒有辦法去補充這個市場 接下來呢 它馬上又面臨到各式各樣的挑戰者 不管是中國大陸內部 自己這個科技救國 自力自強 或者是世界其他國家 在這個晶片生產的過程當中 他們有其他的想法 因為大家不要忘了 你在用實科過程 用EUV 你畢竟還是有大小的限制 可是奈米3D印刷 那就未必了 它可能可以做到更小了 所以接下來 ESMO會面臨到的問題 除了它現在的這個營收短掃之外 當然將來還會有 很多挑戰者會出現啊 好 謝謝大選委員分析 我們就來深入分析他們財報來看到 其實可以發現 雖然它的營收跟獲利表現呢 優於市場預期 但是整個AI復甦的力道是不足的 公司就訂單的數據 中國業務的佔比 還有明年業績預測等三大分析 帶來的都是不好的消息 那彭博也就這一部分有進一步的分析 第一 他說 艾斯摩爾的業績疲軟 可能就是來自正在削減資本之出戶 Intel 那第二點 記憶體晶片的近期價格下跌 還有說中國大陸的晶片設備需求 再歷經了前幾年的 瘋狂囤貨之後冷卻了下來 那艾斯摩爾總裁兼這個執行長傅凱 他說EUV的需求時間往後延 在聲明當中他說復甦的速度 比起先前預期的更緩步 而且還預料這個情況會持續到2025年 好 現在聽起來大環境一片悲慘的情況之下 那這個黃老師你怎麼看 荷蘭政府他們真的夠了解這個艾斯摩爾嗎 荷蘭政府一定很了解 因為這是它的尖端科技產業的領頭羊之一 但是呢 荷蘭政府也知道這個問題不是只有政治的問題 其實追根究底它有很多跟經濟有關的 我等一下再來講 所以我覺得艾斯摩爾它的公司講的是很客氣 其實我們一看它數字就知道了 因為就在今年2024的上半年 艾斯摩爾它整個的這個 跟中國大陸的生意的營收 佔了它自己全部營收的百分之四十幾 四成多耶 那你覺得是不是主要市場 根本叫最主要市場 然後呢 艾斯摩爾它也知道 現在美國吃了襯托鐵了心 一定要把這些光刻機把它牽制住 所以中國大陸買不到艾斯摩爾生產的光刻機 那艾斯摩爾的營收還有它的獲利 還有它所謂的這個光刻機的需求量 會下跌直到2025 就是因為中國大陸買不到嘛 那在2025之後呢 誰知道 所以我覺得艾斯摩爾它的執行長已經講得很清楚 他覺得說這個事情 我覺得已經很難用國家安全的理由來說不能賣 他說追根究底就是經濟 或者我解讀就是經濟加科技嘛 美國就怕被中國大陸追上 所以荷蘭政府能做什麼呢 說實在它跟美國談判了這一兩年 或者兩年多撐不住 撐不住美國的壓力 還是同意了 所以本來只是不賣這些機器的 但原來的機器還有它的設備零件是可以賣的 可是我們剛剛看到了 荷蘭說現在也不賣了 也就是讓中國大陸更加 說實在我已經知道中國大陸已經請全部的力量 給這些科研 還有讓機器的這些硬體製造 希望可以至少維持目前的水準 這樣子的話它承受製程的晶片 至少在全世界的市場還是最重要的一個角色 確實 好我們從這個數據上來看 2023年到2024年 艾斯摩爾真的全部都是在配合美國的政策 但是結果看起來就是拿自己的營收 割自己的血 要去滿足白宮政府的需求 那幹哥你怎麼看 它的管制真的有達到目的嗎 以及會不會反而變相縮短了這個 中國自主打造光科技所需要的時間 短期內當然是可以達到目的啊對不對 我威嚇你嘛 其實我叫荷蘭配合我 最主要是我要威嚇你 中國不要太過分 在各種領域上面 在關稅上面 你一定要讓步 因為你的電動車已經太離譜了 所以這都是聯動的 不會說只是因為一個光科技 就是要對於中國大陸會造成一個全面的影響 它是做一步來給你看 但這步做的實在太過分了 因為美國跟荷蘭分別在5號跟6號 通過就是說你以後 你要賣給特別指名 賣給中國大陸光科技的話 你要先向荷蘭政府報告 而且你要報告的不是機器賣而已 你要報告的是將來的售後服務跟零件 跟軟體技術通通要跟我報告 才能夠賣 那我想埃斯摩爾他 埃斯摩爾自己給自己台階下 你知道他怎麼講 他說沒有 我們認為這一次不是安全問題 是經濟層面 就是自己把自己做做 把那個問題降格了說 那個跟國安不會有太大的關係 你錯了 那就是美國認為它是國安問題 因為埃斯摩爾是最先進的半導體製造商 所以你給自己台階下 美國不是這樣看 所以現在已經傳出來 中國的工商信用部 他們說現在朝8奈米以下 在邁進當中 短時間內做不到 但有一天 像大謙委員講 有一天他做到了 你怎麼辦 可能今年做不到 明天做不到 他後年做到了 埃斯摩爾 你再也拿不回你自己的市場 現在是來自於Digitize的報導 台積電的竹科據點 9月底之前會迎來第一台 這個是HIGH NAEUV了 原廠說這個新的機台 採用新的光學元件 可以提升的部分 好 帶觀眾朋友了解 包括了它的成像解析度 更高的電晶體密度 還有產能跟良率 都會來做提升 另外一頭是大陸的部分 也同樣的 在這個方面的進度 大陸的工信部 宣布取得的技術突破 接下來已經研發出了 生子外光機DUV 用來生產的是8奈米了 而大陸的科技媒體也做報導說 終於了我們有大陸自己的DUV了 雖然跟艾斯莫爾的曝光機存在一些代差 但是可以填補空白 期待接下來還會有更先進的是EUV 那德國之音也做了報導說 中國的技術進步幾乎是可以說 勢不可擋了 我們看到艾斯莫爾這時候 有更先進的機台 會不會成為大陸 加速追趕的一個契機 大師怎麼看 中國大陸當然在這個光科技部分是落後的 因為過去的話 大家都是用這個ASML的 那本來Nikon還有這個Canon 他們的也都還有競爭力 可是後來就是高端的這些光科技 基本上都是ASML 你現在基本上在我們這個台灣的 尤其台積電 那一年要買二、三十台 2021年就買了三十幾台光科技 因為它要最新的就是極紫外光叫EUV 那就是說紫外光的話就是DUV 那現在這個EUV是最先進的 那只有ASML在做 那EUV最近剛剛這個施敏還提到 就是說又那個ASML又提出 又一個新款叫High NAEUV 那麼就是等於說它是這個 它的那個極紫外光的光更短 它能夠光科的那個機密度更高 對 是最先進的一台 對 所以這一台一出來以後 大家幾個能夠生產這個所謂先進製程的 就是說的世界大廠 當然台積電是第一名 接下來這個Intel 三星都很在關注這一台 那聽說那個台積電的這個幾個高層 曾經還特別跑到去跟這個ASML去談這台機器 那你知道這台機器有多貴 多貴 3.6億美金一台 一台就3.6億 可是現在因為台積電正在佈局生產2奈米 還有接下來1.8奈米的這個晶片 所以這些都需要這個更精密的這個 更高精密度的這個光刻劑 極紫外光 所以這個High MAEUV的話 事實上的話 我想應該應該正在我想這些世界的這個最尖端的場 都在都在積極在佈局當中 那中國大陸也在趕 因為中國大陸過去也是跟ASML買這個EUV 賣賣這個光刻劑 可是美國首先是怎麼講的 首先是不准你買這個 極紫外光機的 也就是7奈米以下的這種 7奈米跟7奈米以下它不讓你生產 那因為中國的中芯電子 它也這個生產的這個能力也很大 能量也很大 慢慢再改上來 可是問題它跟台積電一樣 都需要這個進口 這個荷蘭的ASML的光刻劑 那美國就不准ASML賣光刻劑 那可是呢 極紫外光機不准你買 深紫外光機 中芯電子還可以買 而且買了不少 那可是美國一發現 華為這個麒麟9000晶片 居然用 就是說深紫外光機 DUV就可以生產出來以後 美國又嚇到了 美國就跟ASML講說 好 你這個深紫外光機 DUV已經賣給中國大陸的廠商 我現在告訴你 你賣給它的機器 你不准補充零件 也不准給它去維修 你看美國就是這樣子 你現在大陸的廠商拿到的這個ASML機 它讓你不能用 對 不能修耶 你少一個零件就不給你零件 然後你需要這個好 出問題要原廠技師來維修 不給你維修 美國就幹到這 所以中國大陸只有一條路 哪一條路呢 就是靠自己研發 所以9月9號 中國大陸工業和信息部 他們公布一個目錄 也就是說 中國大陸目前最先進的 某一些產品的目錄 是國家重點要發展 裡面有一台機器在裡面 就是中國大陸自己生產出來的 一個生紫外光 也就是DUV DUV這樣子的一個機器 而且它可以 它上面的規格 它說可以生產等於 極小於8奈米的產品 所以呢 就是說大陸自己光刻機 現在已經可以做8奈米的這個 大陸自己本身的光刻機 所以這個就已經 就已經就是說 已經是趕上來了 可是中間還差一個差距 因為這個只做到8奈米 現在是要做2奈米 1.8奈米 甚至1.5奈米的 那這個中國大陸 這個目前公布 這台國產的光刻機 還無法生產到這個 可是就是說 在實際在這種電動車 以及甚至AI晶片 甚至這個 軍用的這些晶片上 沒有必要做到 5奈米 也沒有必要做到1.5奈米 事實上14奈米 28奈米就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美國想盡辦法 無所不用其極 要怎麼講呢 要杜絕中國大陸 取得光刻機的管道 那反而正好造成 中國大陸自力更生 自己來研發 過去還沒有這麼迫切性 在這個迫切性之下 你看美國出手光刻機 也不過四五年的光晴 中國大陸自產的光刻機 可以做到8奈米的這種 晶片的光刻機 就已經產生出來了 那日經新聞有個報導說 中國大陸自產光刻機 這些部分 基本上跟國際最先進的技術 差三年 那當然就是說 可能良率上 還不見得是很完美 可是問題這個三年時間 可以說已經差距很深了 那可是你看這一次 我們就講這個大陸的三折疊機 它更薄 更薄也就顯示 它裡面用的晶片 它不可能是14奈米 15、18奈米 它變成7奈米的 它又是量產 那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現在你 是不是一定要進入到 很快要進到5奈米、2奈米 那如果沒有5奈米、2奈米的話 你的產品就無法競爭 好像還沒有到那個程度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 事實上追趕得很快 那而且已經讓美國 要斷 讓中國大陸製造不出來 這個目標 可能已經 已經破功了 好 大使剛幫我們特別提到 這個華為三折疊機 其實就是這一款 BENTA XT 採用的是華為 PURE 7T的 Pro 同款的麒麟 9010的超頻版的晶片 我們請教雲中老師怎麼看 接下來大陸自製晶片的發展策略重點 在講這個自製晶片之前 我可以 因為聽到很多有趣的討論 一些大陸朋友說 可以幫忙證明一下 我說證明什麼 他說不是三折疊 他說應該是三平二折 但是看到價錢 你就會覺得其實都一樣 也是非常昂貴 具有代表性 拿到也覺得很光榮 關於這個晶片 大陸講叫晶片 我們台灣可能叫晶片 但一直以來就是說 7奈米 5奈米 它為什麼是一個關注的焦點 因為7奈米以下是只有 我們台積電跟三星 那5奈米是我們台積電 這個全部都製作 我們因為剛才 我們來賓也有提到 包含我們討論提供 當中有提到日本的 Nikon跟Canon Nikon跟家人 事實上我這邊也分享一個 歷史的事實 因為事實上本來 日本的這個Nikon跟Canon 它是領先 ASMEL的 因為ASMEL在1984年成立的時候 叫先銅半導體 那我們知道它這個光科技 就是在那個細片上面畫 這個集成電路 但後來ASMEL 它比較採取的是 就是說開放式創新 開放式創新什麼意思 就是說在這個10萬個 光科技的零配件上 它只掌握百分之10的核心技術 其他百分之90 它是跟它合作的這些 有實力的供應商 研究機構客戶 一起來 大家研判 未來發展方向 進行這個技術的公關 這個跟我們現在這個大陸 這個現在開發出來 這樣子一個優秀的晶片 有什麼樣的觀念 大陸是被逼的 被逼的說自己這樣子自製 可是呢日本 像我自己也有一個經驗 那時候參加那個日本的汽車展 汽車零件展 你會發現 在日本的那個汽車展 他們 日本他們 反而是他們自己做的東西 他們日本人優先享用 那在這個晶片上呢 也發生同樣的情況 就是說那個時候 這個Canon跟 這個 那個佳能跟 這個Nikon 它就是變成說 以它自己本土的 創新跟工業體系為主 它是一個封閉的 反而是大陸現在它是被逼的 自己成立一個 一個體系之後呢 它還是保有一個開放的 就是跟 它是一個 以還是一個世界為角度 這種 你看我們等一下會討論到那個 Harmony Harmony系統 就是所謂的鴻蒙嘛 對 那這個你看Harmony這個系統 它這個英文原因就是平衡嘛 這個 你要開放多樣性 始終這樣子才能維持一個平衡 所以 所以 未來大陸自製晶片發展 策略的重點我相信 它當初是被逼的 但是最能夠體會這種被 這個封鎖的這種 痛苦 那它之後它是更加的能夠發展 而且呢 記取日本人的教訓 絕對不能固步自封 最後被這個 ASML操車這樣 對 好 所以我們剛剛聊的是晶片 其實都是在這個大格局下 就是因為 美國針對中國大陸 做了太多的這種 限制 所以逼得中國大陸得在晶片上自製 那其實我們來關心的是 這位是近日考試院的前院長官中 他出了書 這一本的書的書名叫做 《強權及功力》 這就是美國 他也接受媒體的專訪 特別形容說他認為 想像中他認為的美國 就是一個黑社會老大 不甘心要他退位 那針對了這個 美國對外的關係政策 他也說 美國除了這個 門羅主義 還有杜魯門主義之外 美國歷史上沒有其他成功的戰略了 那麼現在世界已經逐漸的走向東升西降的一個格局 美國只能和它的G7和北約的支持 全世界現在有三分之二乃至三分之四的國家 四分之三的國家都不站在美國這邊了 產業上觀眾也特別點出了 在中國的製造業的部分 他認為已經比較強了 是美國的兩倍多近三倍 日本的六倍 德國的九倍 他說中國沒有參加到前三次的工業革命 現在不只趕上第四次 在很多方面還是遙遙領先的 針對前院長的發言 老大怎麼看 這個強國不一定是大國 強國一定要有文化才能叫大國 所以美國是強國 但是美國如果沒有考慮到文化 它不是大國 它的這個好萊塢文化刺激文化 不是主文化 那麼這句話你看 強權就是公理上面還有一句話 這個力量決定是非 強權就是公理 但是這個力量不是我們認為 你的霸力 你的權力 還有一個你的信用力 你的道德力 你的誠信力 那也是力量 所以美國一定要搞清楚這個力量 但是現在美國所玩的 都是另外一個負面的一種力量 強權式的力量 所以這個時候人家那個 我跟你講 我就聽一個新加坡的一個重要觀念 他就分析了 你現在看到 稍微說偏向中國的會比較多 它實質上更多 因為都知道可以得罪小人 不能得罪君子 趁著兩邊現在政府還不明顯的時候 我得罪中國沒有關係 我怕你美國報復 所以我還是表面上佔領美國這邊 其實他就已經 他並不會這樣 他會往這站 那麼話又說回來呢 整個中國來講 就是說 觀眾講他黑社會老大 我就想到一個 台灣在黑社會中間有一句話 我不知道講不妥大 你們就剪掉了 他說老大 黑社會老大 已經不行了 這晚上更要給他送旅人過去 為什麼 面子 所以現在美國在各地 有一些附庸國家都要去捧個場 其實捧個場真能發揮力量 沒有什麼力量 你到哪邊去演習 你到南海到什麼地方去演習 中共的軍隊一過來了 美國第一個跑 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這個情形 但是我覺得美國這個時候也要考 但美國還是一個強國 我們也不能忽視它 它某方面還是比中國強 我是覺得美國要注意到 這一次哈里斯有一段話 他們講就是要對中國加稅制裁 他講了一話 當然我們要保護自己 要加稅制裁 但是我們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也要培養我們的科技能力 不要老被護 你一直被保護 中國越來越強大 所以你也要培養自己茁壯 但是這個可能不討好 媒體沒有強化他這句話 但是我覺得他講這句話 是很有智慧的 所以美國這時候 不要光對中國壓制 中國就有一個毛病 你越壓他越強 你都不給他 他自己都做出來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時候來講說 我想說美國如果要繼續教訓的話 跟中國好好合作 然後自己先培養能力 孩子要訓練才會長大 不是孩子靠父母保護 叫護一房 絕一房 中國有一句話 你越保護哪一房 哪一房都絕子絕孫 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想說 觀眾是我老長官的 他是對中美研究 我想說在作為黨 這個黨幹部學者中 他是我最敬佩 最務實的一個學者 他講的有道理 如果我們單就美中晶片的話 其他盟友會繼續 跟著美國的路走嗎 他是靠實力 他會考慮你這個東西 你就很簡單 就是說去年 這個雷夢多去訪問 2023年8月去訪華的時候 華為這個MAT-60出來了 華為這個MAT-60出來 日本 美國 歐洲 多少國家 把裡面要去想找他 要找說什麼 是偷美西方的技術 找不到 都是中國自己的東西 所以中國自己都已經有 然後他自己的製造力 他自己的 這個研發能力出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 就是說你美國跟他鬥 那美國現在要成立一個基金 就是最高科技的基金 比如說怎麼好好掌控好那個 對不對 財力跟人力是不太一樣 還有不管在任何上面 你還是要考慮一個道德 這個道德就是公眾利益 它也是利益 但是大家利益 沒有說利益被你獨斷 那別人都讓你剝削 不可能這樣子 所以我是覺得他整個在那個上面 如果還是硬要跟中國槓的話 然後那個 這樣 我覺得最後是很多國家 都不會站在美國這邊 觀眾那邊講的是很對的 我們來關心的是產業消息 這是市場的一個重磅消息 我們先來看到大摩 摩根士丹利正式的調降了 荷蘭巨頭設備的這一家巨頭 半導體廠商 艾斯莫爾的投資平等 這不是一個偶發事件 因為艾斯莫爾先前已經遭到了 包括瑞銀跟德銀 都已經調降了他的性品 那艾斯莫爾生意上 主要大家知道 就是靠的就是光科技 但是近年表現 確實市場都不看好 大摩爾有分析三個原因 為什麼不看好艾斯莫爾 第一個他認為現在低潤市場的市況 已經轉皮了 第二個在中國大陸的半導體 業的部分已經過度的支出了 最後艾斯莫爾他縮減了他的需求 德銀分析師更對艾斯莫爾的 中國業務前景提出質疑 尤其他的第二季營收將近一半 全部都是來自大陸市場 而且我們先前才討論過 工信部才剛公布了 研發出了中國大陸的部分 生子外光機也就是DUV的這個 佛化雅的光刻機 說可以生產8奈米晶片 這個時候同一個時間 艾斯莫爾的性頻被降 被外資給降了 這個時間點會不會就是這麼的剛好 是擔心中國大陸半導體的威脅 還是有其他原因 漢廷怎麼看 還是要先領清 大陸日前所公布佛化雅的光刻機 它不是能生產8奈米以下的晶片 它是套科晶度8奈米 頂多可以製成28奈米的晶片 那我們當然敬佩中國大陸的發展 但是也不能夠盲目的樂觀 那麼回過頭來看到 就是阿斯曼爾的投資平等降級 和大陸研發光刻機 其實兩者關聯沒那麼大 因為主因還是整體 記憶體晶片市場的衰退 就是低潤的整個需求下降 在阿斯曼爾的整個系統銷售當中 46%都是來自於低潤 所以目前預估低潤的支出將下降 這當然就直接影響到了 阿斯曼爾的財務表現 低潤的市場在2023年 經歷了顯著的下滑 市場規模從2022年的900億美元 到2023年降到了477億美元 所以確實是整體的需求疲軟 那大摩它也估計 就是在包含智慧型手機 還有個人電腦 未來的需求都會下降 所以大摩先前也調降了 包含是三星跟這個SK 海力士等等 韓國半導體巨頭的一些目標價 那麼記憶體大廠 美光的股價也走跌 所以其實還是整個的 經濟跟市場的客觀因素 那跟中國大陸比較有關聯的 大概是兩塊 第一個因為是美國的禁令嘛 所以它不能夠出口給中國大陸了 那當然在那一塊 本來可以賣得出去的EUV 現在不能賣了 所以當然它的出口銷量就會銳減 那第二個就是 未來大陸的晶片製造廠 很可能就會自主研發光刻機 取得進展 那就減少了對ASMILE的設備相關依賴 所以如果未來美國再下禁令 就是如果連現在的DUV都不能賣了 那當然它就更加沒辦法賺錢了 因為現在美國是禁止說 連售後服務都不准 那未來會不會進一步 這個也不能賣呢 那第二個就是 就是如果說現階段 大陸購買ASMILE的光刻機 在第二季的營收 將近49% 那為什麼 因為對大陸而言 它希望 不知道你下一步什麼時候 就禁止賣給我 所以我要趕快大量的購買 多買一點 多買一點嘛 當作自己的庫存 然後來作為儲備 而且過去的大陸光刻機 還沒有辦法研發出來 所以換句話講 如果未來美國又再下一步禁令 或者未來中國大陸自己的DUV 確實能夠大規模的量產生產 跟製造的話 那對於ASMILE來講 當然就失去了大量的可觀收入 而這些訊息跟內容 其實在ASMILE 自己的評估報告裡面 也講得很清楚 ASMILE的CEO 不論是新任的 叫做富凱 甚至是前任的溫寧克 都說了 美國的限制是會適得其反 因為美國越施加壓力 中國就越有可能加倍努力 最後中國就會獨立製造出 跟ASMILE能夠批敵的光刻機 那到底這對ASMILE 以及對荷蘭來說 是好還是壞呢 好 所以美國不只是對這個 艾斯莫爾施壓 也對輝達 我們現在要來關心的是說 大陸的部分廠商 現在是連輝達的H20 GPU 這種降規版本的都拿不到了嗎 過去市場其實一直有傳聞說 這個美中科技戰嘛 美國也計劃要限制 輝達銷售H20到中國 那當然目前為止 就我們新聞報導來看的話 輝達還沒有做任何的回應 我們看到現在中國大陸 它有7家企業都在開發它的高階 跟AI有關的晶片 這畫面中我們看到這7家的 這個半導體公司 畫面上看到 包括了阿里巴巴 百度 還有必認科技 摩爾縣城等等 總共是7家 我們看到很多都是跟AI有關係的 這個時候卻突然傳出 輝達的降規版不賣了 時間點這麼剛好 以前晶片戰是 我們知道中芯國際一家 去打這個晶片戰 那現在是變成7家 一起來拼中國的AI晶片嗎 江君怎麼看 我們來看 因為中芯國際 它現在已經可以做 巴賴米的這方面的製程 因為它國產的 這個佛化亞的DUV 它已經這個光刻機已經到達了 巴賴米 但是問題是它的良率 良率可不可以 它效能怎麼樣 成本低不低 不要成本過高 那你成本過高 你不如買外面的 因為你做出來的貴 雖然你是國產 但是貴 那它還是買外面的 所以我都認為 美國雖然卡脖子 但是中芯國際 我認為它可以多突破 你看全世界大部分 我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S more的 然後Kano跟Nikon 也只不過佔了百分之二十不到 那換句話說 當然是以荷蘭的為大中 但是問題是大家都在卡的時候 這個光刻機不輸出的 中國大陸它會想辦法 我們注意看 往往很多的美國跟 對中國大陸實施科技戰 做智慧財產權管制的時候 中國大陸就要想盡辦法去突圍去突破 它可以自己做研發 投資多點錢 投資多點人力 做科研 做研發出來 然後就突破 所以都認為8nm現在可以了 那只是說糧率夠不夠 糧率剛出來的時候一定不夠 那糧率怎麼樣去除錯吧 糧率提高 糧率提高的時候 就是成本降低的時候 因為我糧率提高了 我成本當然降低 成本降低 我的市場就有了 是這樣的 那我的效能就出來了 因為按照這個報酬規模法則 我的效能就出來了 我就可以站進市場了 所以我認為 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卡脖子 會有意思的效果 但是在成熟製程階段 因為美國是在先進製程做卡脖子 成熟製程 中國大陸繼續走 它的成熟製程 這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這個的 我們知道這個奈米的高 28奈米以上 66還70奈米以上 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都是成熟製程 OK 最主要是卡在先進製程 那先進製程 中國大陸帶突破 那我想說 將來ISMOR 它可能光刻機 重散不輸出 我認為它要找 這個是它的黃金器 它要利用這些時間 趕快賺點錢趕快賣出去 它哪天的時候 它這個卡中國大陸的脖子 中國大陸板 中國大陸一旦它自己的光刻機 DUV出來了 你這個市場沒有了 它自己做 自己做光刻機 跟日本的KANO 跟日本的NICON一樣 它也會做了 你這樣的話它自己做 只是它比較從成熟製程 再到先進製程 它還要再跨一步 因為要越做越小 越做越小的話 它這個容量越來越做越大 但是克服兩個我們講過 要克服散熱 因為你預度越高 散熱越難 第二個 你要克服的是 不要漏電 你很容易漏電 漏電也是熱熱的 你就是因為漏電漏得多 當然就熱了 那平常是你一使用 平常它涼 那是通通都是OK的 用久了它效能衰退 它就會漏電 漏電就發熱 你本來可以用20小時 只能用8小時了 就這個狀況 它要去克服 中國大陸在各方面 我們來看 從太空科技 從航太到航天來看的話 很多東西被美國卡脖子之後 它經過裡面的資力研發 它成立了一個團隊 它有國家力量 把資金匯進去 把人才匯進去 我們講的985大學重點進來 人才進來 它就突破了 那突破之後 西方國家想要再進入 不可能了 因為這已經被取代性了 它已經被國內取代 那國內取代的話變成了 它以前是進口替代 拿進口來做 那現在不用 它自己自己自足了 那它就不要進口替代了 改為它自己自足自足 這樣子產生的產品 也就更有競爭力 價格也就更低廉 好 這些產業消息 我們來關心的是 美國對中的半導體出口 建立有了最新進度 現在是荷蘭商 確定的部分 會來跟進 擴大進一步 跟進美國的限制 這是來自於彭博社的報導 說 荷蘭的政府打算 限制艾斯默爾 在大陸維修機台的 這一項服務 接下來可能會導致 部分在艾斯默爾 它的半導體設備 最快明年就無法使用了 這當中包括了 生子外光機 DUV的維修服務 接下來可能都會受影響 而現在恐怕衝擊的 就是中芯國際它所使用的 一款設備 那麼這款設備 它是可以為華為來生產 它的第二代 7奈米的晶片的 路透社做了分析說 建立一旦開始執行 恐怕就會對北京發展 世界級的晶片產業造成 沉重打擊 導致中芯國際 將會接下來無法的 再持續的來為華為生產 7奈米還有5奈米的晶片 在進度上就會受到嚴重的打擊了 我們來看到艾斯默爾 最新的動作是否可能打擊大陸 在7奈米5奈米晶片的發展 如果是這樣真的會受影響的話 中國大陸又有什麼樣相關的反制呢 夏偉哥 其實我們看到對於那個 目前在就是說 這一次它所做的這樣一個動作 那其實會讓荷蘭政府 因為艾斯默爾公司 它提供了中國大陸非常多的這種高科技的 特別是晶片的這樣一個製作 因為其實晶片製作它很重要一個就是 你要能夠在製作的過程中 讓它的這個晶片的精度 能夠不斷的這個縮小 為什麼 因為晶片那個越小 或者說你也就是製程 它能夠做到7奈米5奈米 或甚至你看現在台積電 可以做到3奈米2奈米的 這樣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 你在這樣一個單位上 能夠做出更精密的晶片 也就是它能夠進行的運算速度越快 也就是它能夠做的工作越多 然後那今天你這個 艾斯默爾它提供的這個部分 它這個設備是製作這些過程中 非常重要 包含像光刻 或是封裝的製程等等調教 那一旦就是說 艾斯默爾因為這樣的限制 讓它未來在2025年以後 它賣給中國這些大陸這些設備 就不能再維修 因為其實今天這個設備的維修 在於就讓你說 中國大陸能不能夠持續 生產這些5奈米7奈米的晶片 是關係非常大的 因為為什麼 這些設備就決定了 就是說有這些設備 你才能夠對於就是說 你生產這些設備 新的這些晶片 它的這個精確度 能夠得到一定的確認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 我不再提供這些機械維修 那你說這些機器 後續還能不能夠運作 可以 但是你的精度會越來越差 然後呢 甚至就是說你的這個 故障率變高之後呢 然後讓你的生產出來的 這個晶片的這個量率 也會開始逐漸的下降 甚至可能到一段時間之後 整個量率會變成說 你生產的這個部分呢 它的成本 所獲得的這個晶片 它的成本會大幅增加 因為比如說你原本 可能生產100片 你有95片是好的 那這個時候 你的這個成本 讓你能夠獲利 但是如果說今天 你的這個精度 掉到60 50以下的時候 那這時候你的成本 跟你的這個製程 可能就讓你的獲利 沒有辦法順利獲利 雖然說你還是能夠得到 這個有50%的 這個量率的晶片可以用 但是後續 你的這個晶片的量率 越來越低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你這套生產設備的維持 就變得非常的困難 所以呢 這個時候現在 以美方來說 美方讓荷蘭政府 去限制艾斯摩爾公司 未來在中國大陸的 這個半導體維修 其實的確會對中國大陸 這個製程會產生 非常大的影響 除非現在中國大陸 完全有能力 去建造一條 完全沒有西方技術的生產線 但是以目前來看的話 中芯它目前 它也的確 在開始努力的 要去生產這些生產 晶片的這些工具機 光刻機 或者說是它進行 一系列的這種 封裝製程之中 去進行封裝測試的 這個過程 能夠達到中國大陸 所要求的這樣一個 標準的這些機器 但是這些東西 不是馬上一觸可擊的 所以其實 從美方的角度來說 美方就是要透過 現在全球的 這個半導體的 這樣一個產業鏈 包含生產這些 這個產業的 這些重要的工具機來源 去限制中國大陸 它未來可能發展的 這樣一個速度 跟它生產的這樣一個速度 也就是說它希望能夠 在高端晶片上 完全掐住 或是完全限制住 中國大陸的這樣一個量產 其實某種程度來說 現在這個西方 對於中國大陸的 這種高階晶片的 這個限制呢 也的確已經限制到 中國大陸很多對外的 包含高科技的 這樣的產品的發展的速度 也就是說 現在沒錯 我們看到中國大陸 還是在持續不斷推出 很多新的高科技的 這樣的產品 但是的確它裡面的 現階段 它有足夠的晶片可以使用 但是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未來 2025年以後 這些西方所提供的這些 製程中所需的這些機器 逐漸的沒有辦法 能夠繼續提供生產製造 而後續 大陸自製的機器 又跟不上 然後或者說 它在精度上來講 沒有辦法能夠達到 類似像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到的 5奈米或7奈米 或甚至更高 更精密的3奈米的話 那這個時候 中國大陸它的這個 先進晶片 勢必就會受到 這個影響 然後會影響到它 整個高科技 產品的這個生產跟輸出 是好 謝謝校偉哥 那我們也來問 請教大使 您如何看為什麼 荷蘭政府這一次 要做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在美中之間的權衡之下 它最終還是 敵不過美方的壓力 接下來中方會不會 有一些相關的反制 其實 荷蘭政府也是受害者 因為荷蘭政府 如果說不配合的話 美國可以讓 這個光科技做不出來 對 你現在就是說 你 因為這個 這個光科技 所謂它的 極紫外光機 或者深紫外光機 它那個鏡頭 它那個鏡頭 因為它是用這種 光來做這種濕刻 那個鏡頭是 德國的菜濕的 然後那個光本身呢 這個深紫外光機 技術是美國的 所以 這台機器 它也是用各國最先進的 集合在一起的 所以你如果說 美國抵制它的光源 對不對 它這個光 它的專利上面把它控制 或者說 跟德國說 你那個鏡頭 我把你 我把你 那這個ASML也會嵌入困境 對 所以事實上 美國是卡得住這個 ASML的這個技術的 它同樣卡到ASML技術的脖子 所以 ASML你看它 即使擺盤不願意 最後還是屈服 而這個 這個作為對一個公司來講 是 我覺得是對它的商譽 是很大的損失 因為你可以不賣給人家 可是你賣的時候 你最後的維修 零件的補給 你把人家斷掉 以後誰敢跟你買 對啊 對不對 你買了也是白買 對 所以可見美國要 今天要斷中國大陸的 所謂的 晶片製造的關鍵設備上面 美國是基本上是 不可能放鬆的 咬住不放 那你今天 本來以為卡住了 這個中國大陸製造尖端的 所謂的 所謂的這個 高端的這種 技術的晶片生產 結果華為的這個 奔騰 這個9000 9100出來以後 美國一下傻了 傻了以後就說 哇 原來幾紫外光機 不讓你進去 深紫外光機 各去只能做到14奈米的 中國大陸 既然用一個 這個舊的機器 製造出 比較先進的晶片來 做到7奈米 這裡面當然有人說是這個 我們台灣的這個 這個台積電的 以前這個技術長 他們幾位在這個 在中心 有一些技術的突破 那可是用的是 舊的機器做出新的產品 那美國就 那就說好啊 那我就把你這個機器 既有的舊的機器 你已經拿到手裡 你不要以為我拿你沒辦法 我讓你的原生產商 把它的維修跟它的零件 供應給你切斷 你這個機器裡面的零件 如果說壞的話 你整台機器就停下來了 所以呢我覺得 美國基本上這個就是說 這個國家它要達成目標 它這個目標的堅定性 你不要懷疑 所以呢只要它 美國人是一息上存 它就跟你耗到底 所以這個部分 我知道中國大陸有個 上海電子吧 也在做中國自產的這個 這個光刻機 我上次看到紀錄 所以我已經做到 大概80奈米了 那可是問你距離這個 你要做到7奈米 甚至再往消滅走 還是比較困難 那光刻機就是說 也是最近幾年才一統江湖的 之前日本的這個 李光也很 那個Nikon也很厲害 日本也有在做 所以聽說中國大陸的一些 這個好 這個芯片製造廠 現在也跟日本的廠 也在合作 那就是說你能夠就是說突破 最後我想大陸還得 還是最後只得靠自己 就是說你這個 只要靠到西方 沾到邊的 美國通通會把你封殺 你拿到的 它就讓你這個機器 沒有零件 所以這場是 這個 這場鬥爭我覺得是 不會停止 好 美國政府針對中國的打壓 持續 那我們來看到 是美國自己的晶片大廠 這個重要的領頭廠商 英特爾真的是出了大問題 為了趕上台積電的 這個尖端晶片製造 投入了數十億美元 但是我們看到它這個股價 五年內跌了一半 那其實路透社也做了分析 他認為這個英特爾 這麼做也是會失敗的 因為它的業績不斷的放緩 根本就不可能追上台積電 要英特爾去想其他的方案吧 好 英特爾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其實他們的執行長也規劃說 我要轉虧為銀啊 那他也提出了一些方法 比如說他在晶片的設計上 要加強 還有第二個他要奪回 他原本的晶片製造霸主地位 但是真的有這麼可能性 再次偉大嗎 文家老師又怎麼看 其實很典型的就是 其實科技 就像我們經常講一句話 這個 這個 學入逆水行舟 不進則退 那相對呢 其實曾幾何時 這個 這個英特爾在這個 全球的一個半導體 它是領頭羊 那但是呢 如今在不管是晶片也好 或者是在成本也好 在所謂的這個功耗 其實遠遠落後為台積電 這是我想不真的事實 那其實很大的原因 來自於 第一個他的技術的伺候 因為畢竟 他 它其實 就像龜兔賽跑一樣 是一隻非常驕傲的兔子 然後他總是覺得 我已經取得領先了 所以我在現在書上休息一下 沒想到無歸 媽媽已經逃到終點了 他還在睡覺 那因此呢 他在這 尤其在這個7奈米跟5奈米上 其實他是很嚴重的一個炎製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缺乏他創新力 因為畢竟在這個 在這個所謂的AMD 他的一個創新上 他其實他後來就是遠遠的落後 那當然還有管理階層的一個失誤 因為畢竟呢 其實英特爾他錯失的 包括移動晶片 還有這個CPU的一個市場 很重要的一個發展機會 他把它換過去了 那當然還有最重要的是說 還有潛在的一個挑戰 就是AMD跟那個 N-Media這個部分 他們也崛起了 尤其呢 在這個AMD 他在這個中央處理 其實CPU的市場 還有這個N-Media 他在這個所謂的原型處理器 就是GPU這個部分呢 已經取得 加上AI這個部分 已經取得非常的一個領先 所以他本身 又不願意進步 此外呢 又外面的挑戰 那當然啦 這股價從五年跌了一半 也不會意外 可能如果他不努力的話 可能會更慘 會更慘 那剛剛你提到的 就是說有關於這個 他的這個基辛格 他提到的復興計畫 不管是這個IDM的2.0策略 或者是加強設計跟研發 或者是新產品的一個開發 其實呢 都需要再再需要錢 那這個錢的部分 一再燒錢 但是公司要的是你的績效 這有時候這個燒錢的是 這個十年數人 就一年數股 十年數目 然後百年數人的工作 你也不下一些投入就有 那一燒 當然公司就會追究說 為什麼你投這麼錢 沒有具體的效果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複雜 而且非常艱辛的路程 那想到說 其實當然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說 美國呢 其實對這個 中國的半導體禁令呢 它其實到底 也對英特爾產生一定的影響 但是為什麼美國 它還是堅定要做下去 原因來自於 因為它如果現在沒有去這個 所謂的 趕快去做這個 這個處理的話 那當然讓中國的 不管它的這個 不管它的半導體 或是它的這個 高端技術等等這些 可能都會超越美國 那其實它這樣損失更大 所以它寧願呢 這個失去中國的市場 也一定要去做 所謂的一個 去風險跟將依賴 那我想基於它的國家 安全考慮 我們是可能理解的 那此時此刻我覺得美國呢 它還是會怎麼樣 或許它會對這個 英特爾做一個補貼 嗯 這樣我覺得呢 才能讓英特爾呢 除了本身之外 還要需要國家補貼 或許才有機會 是 謝謝文賈老師 好 今天產業消息 我們來關心美中晶片戰 越演越烈之際呢 現在荷蘭半導體設備大廠 艾斯摩爾的前執行長 這一位呢 是溫彼得 好 他怎麼樣 終於是忍不住開炮了 他說呢 這根本呢 這個美中貿易戰 就是意識形態的一個 這個爭鬥 不是基於事實 不是基於內容 跟數字資料 根本都是沒有事實根據的 都是地緣政治的考量之下 晶片戰爭 它也預估 會持續的持續 數十年的時間 事實上我們也知道 美國從2018年開始 對艾斯摩爾 出售最先進的 極子外光機 給中國做一個限制 就不斷的持續擴大 制裁力道近期 甚至呢 你連機器 要去做維修的 售後維修服務 都不給了 美方一系列對中制裁動作 也讓溫彼得看得很不滿 他說呢 在華盛頓 或許啊 有時候大家會認為我溫彼得 可能是大陸的朋友 但他也解釋 我呢 是客戶 也是供應商 員工 股東大家的朋友啊 好我們來看如何評價 溫彼得的這一番言論 美中貿易戰 如果如他所說 會持續數十年 接下來 艾斯摩爾這個信任總裁 能夠擋得住 美方的壓力 走出自己的路嗎 艾斯摩爾會不會擔心 有一天確實 可能被中國吵扯 有沒有這個可能 委員怎麼看 艾斯摩爾現在的處境 真的是很尷尬又很矛盾 溫彼得是講出了 他們心中的話 作為一個企業的執行長 當然是要管企業的生死存亡 管其他的幹什麼 不干他的事嘛 對 美國用各種制裁的方式 在打擊中國的半導體製造業 不讓艾斯摩爾賣機器 給中國的半導體製造業 請問損失了 不只是中國大陸的半導體製造業 損失就是艾斯摩爾 請問美國政府有沒有認得 金錢補貼艾斯摩爾 沒有啊 換句話說美國政府只要出嘴巴 艾斯摩爾就要賠一批很多錢 而且他的股價 因為至少以後一直在跌啊 所以你作為一個前執行長 當然要對股東負責啊 而且他的艾斯摩爾 事實上是一個機器設計公司 他很多零組件是跟外面買來的 比如說他最重要的核心鏡頭 是跟菜市公司買的啊 所以他要對供應商負責啊 他跟供應商講說 你幫我設計一款鏡頭 我花多少錢跟你買 都做好了 結果現在不能賣 你說他怎麼辦 對 那員工也是一樣啊 就員工巴望著我賣更多 我今年收入更多 我年終獎金更好 也沒啦 對不對 所以做個執行長照顧股東 員工 客戶應該的啊 那他也答應是 中國大陸賣多少 現在都不能賣啦 所以美中晶片會不會打數十年 我不太確定會不會那麼久啊 關鍵在哪裡 中國大陸自己的光刻機什麼時候出來 只要中國大陸的光刻機 一誕生而且很強有力 現在是有啦 可是還不能跟這種高端的機器競爭嘛 只要一誕生 那對不起啊 這個就是麵粉價 那艾斯摩爾會受傷會更慘重 所以對他來講他憂心忡忡啊 你這個叫我跟這個中國大陸 配合你打這種制裁戰爭 我配合你 你也沒有錢補貼我 結果等到萬一中國大陸 自己發展出來的話 我的機器本來一台可以賣兩三億美金 到時候搞不好五千萬美金 拿到舊貨市場去報銷 自認倒楣 賠的是愛斯摩爾啊 有賠美國的嗎 英特爾有賠嗎 沒有啊 美國的公司沒有人賠 就光賠我荷蘭的公司 那荷蘭的政治人物啊 都不管用 美國沙爾斯家人壓力要投降啊 對 那當然美國就恐嚇他 你如果是不聽我話 賣機器給中國的話 我就叫德國的菜市公司斷你的貨 德國也是沒什麼用的啊 連那個北溪二號被美國給炸掉了 他都不敢坑一聲啊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政治人物喔 這個對美國太過軟弱 美國要出現了昏君 拜登是昏君啊 這個定義上百分之百是正確的啊 光看俄烏戰爭就知道他這個昏君了嘛 所以一連串的結果倒楣的是企業家跟老百姓嘛 所以艾斯莫爾的前執行長溫彼得這樣抱怨是對的嘛 好 溫彼得就是針對艾斯莫爾自己的利益來做一個抱怨喔 那我們也持續看到說現在有一個外媒的說法 是說如果大陸入侵台灣 艾斯莫爾和台積電有辦法遠端就可以關閉機子外光機 有可能讓這個機台停止運作 有可能這樣子嗎 湯老師怎麼看 這個問題啊 我覺得讓我想起什麼 想起這個武俠小說 像是金融武俠小說啊 它有什麼五行拳啊 柔雲劍啊 還有十段錦啊什麼的 喔這個很厲害 那當然啦 有些它是已經秀出來了 有些是它還沒有秀出來 那你現在說這個什麼紫外光機說可以遠端 可以關閉 這東西我看知道的人大概屈指可數啊 因為我們也絕對不可能知道的這種事情 就算你知道你敢不敢講又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台灣的這個國歌會的那個主委啊 他講 他說這個是真的 這一定可以的 那你說這個東西到底真的還是假的 說不定你講 OK 就算你今天是可以的 等到哪一天 今天真正要來有狀況啊 那個時候搞不好又有新的解藥出來了 新的在化解你的這個招式的這個新招又出來了 那你要聽誰的 所以我是覺得這些情況啊 確實我們聽聽就好 並不一定要那麼樣的當真 這是一個 第二個呢 就是這個美國跟歐洲的這個 他們的這個關注 以及高度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美國現在就是 就是跟把這些歐洲國家呢 就當那個賊一樣的 所以你不可以這樣 你也不可以那樣子 如果說你怎麼樣的話 那我就要對付你 好啊 可以啊 那你現在就說你的這個 現在還是盟友的 你就把他們當成這個 這個強盜來對待 說好像我要防賊一樣的 來防止你們 跟中國怎麼樣的安通緩取 現在很多人 國家都是這樣啊 他們都想說 我們現在這個情況 尤其包括德國也好 像這個ASMOL也好 我如果說這個中國這個市場 如果把它切斷的話 那我國內不曉得 除了我的場以外 那國內要造成多大的 這個失業潮 這個問題誰來解決 你美國解決嗎 你美國只能說你不可以賣 那不可以賣的後果 誰來承擔 自己承擔 當然就自己承擔啊 那這些國家一直摸摸鼻子啊 那這些國家當然啊 我摸摸鼻子完了以後 如果說我承擔不下去怎麼辦 那這個東西當然 他們就開始要 要對美國呢 要產生高度的疑問 那所以說 這個就逼得怎麼樣呢 逼得這些國家呢 可能要走一點後門 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表面上 當然我聽你美國的 你美國這個太大太強了 對不對 可是我從旁邊呢 這個旁門左道 讓你抓不勝抓 那這一點我倒覺得說 他們可能都已經 都已經想好這個備案了 意思就是說 我可能經過第三國啦 或者說我可能 把它的這個 這個叫什麼 集止光機啊 我把它變一個樣子 可能表面上看起來不是 可是實際上呢 它又可以達到這個效果 等等等等 用這種回避美國 來阻擋 以及偵查的這種方式 但是我覺得現在 我們已經聽到 有這種消息了 是 意思是他們要求生存啊 他們也不是說 為了怎麼樣 當然我一方面 我要應付美國 可是我重點是說 我要生存 那我要生存我怎麼生存 是 那當然現在只能走這些 旁門左道 好 美中棒一戰 這個歐洲國家 或許已經想好備案了 不過我們也來看到 那中國大陸的部分 其實呢 則是在智力打造自己的國產 不管是晶片啊 社會型手機等等 我們要來關心的 就是華為9月份 要推出的這個新旗艦智慧手機 MAT70 相關規格現在說呢 已經被曝光了 那搭載最新 我們看到畫面上 70 9100 不過也有博主爆料說 其實有一款 更加重量級的PC晶片 好 另外這次新款手機 我們要特別關注到的 就是它這個鴻蒙的 新核版作業系統 說是純血鴻蒙 那據說呢 這樣子會更注重的是 消費者的隱私 那我們也來看到 華為的這位常務董事 于晨東 他說目前為止 一共是5000多款的應用程式 加入鴻蒙生態 1500餘款的應用 也已經上架了 還有很多呢 都在開啟相關的 程式開發應用 這次擺脫了Android 做的這個純血鴻蒙 對於中國大陸來說 還有華為來說 具有一個什麼樣子的意義 華為有辦法打造一個 我們想講的是一個 具有規模化的 純血鴻蒙生態圈嗎 可以嗎 將軍怎麼看 我認為趨勢是往這方面走 到時候跟Android 安卓分家 很清楚現在 鴻蒙它變成獨立的系統 因為我們有幾個條件 將來不管是 家電也好 電腦也好 汽車也好 穿戴型的這些智慧的 這些相關的裝備也好 它就變成一個獨立的系統 就是鴻蒙系統 安卓就安卓了 將來這個趨勢越來越明顯 因為中國大陸的市場夠大 14億人口 那個華文社會也不只中國大陸 你包含馬來西亞 包含新加坡 包含這個港澳 台灣 還有其他的 這些在世界各地的華僑 有的還用中文系統 中文可以說是 世界上普遍最廣泛運用的語言之一 也是聯合國的官方語言 也有中文 那它這個將來 變成一個獨立的系統 那市場夠大 這個報酬規模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這個大的時候 它就不要再依賴安卓 你看它現在的這個 機器設備總量 鴻蒙的設備的總量 是7億 7億台 那其中3億是它自己的 3億台 將來就要到 擴兵到8億台到10億台的 生產機器 你看多少 它的市場 最重要它的報酬規模夠大 報酬規模就可以經濟 那個經濟量散 經濟量散的話 它的價格就壓低 壓低整個市場都受歡迎 不管硬體跟軟體 那這樣它自己開發出來 所以我們看 我們飛行來看 我們都在用 為什麼我們都像 美國買這些戰機 我們都用的是 加個加多少磅 不是加多少公斤 多少公斤 不是多少磅 多少軋 然後飛行的高度多少英尺 然後多少個英 海裡 或爆天氣的爆多少英里 都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這是英字 因為你買的是美國的 那將來 你要到大陸 這個通通都沒有 全部是米 全部是公里 千米 然後這個叫米 叫公尺 是這個樣的 通通變成公字 它都通通使用公字 你講那個海裡或英里 或者是英尺英鎊 它搞不清楚 還有多少個 我們講盎司 它搞不清楚 它說你給我講多少公克好不好 你給我講公克 多少公斤 你給我講多少盎司 它搞不清楚 是這個樣 所以將來的單位 你看到沒有單位 都變成兩種單位 那將來全世界上 變成兩種系統 iOS會不會被安卓 或者是鴻蒙吃掉 我不知道 是這樣子 你看看哪個夠大 因為這個是一定要夠大的 那剛才湯老師有講到就是說 是不是被GPS被掌握啊 那些什麼的 我認為這不是機密 直接GPS定位就是 你這個人會跑哪裡去一移動 GPS麻煩感應 你已經位置不對了 所以我認為科技越來越進步 將來兩個是分家 將來鴻蒙的生態圈 確實會成立 是 謝謝將軍 我們來關心到這產業消息 華為宣布投入16.6億美元 在上海設立研發中心 全力要打造是先進晶片製造的設備 還有EUV曝光機 我們看到就在中國大陸 智力在打造它的國產EUV同時 現在看到這一位 來看到一些半導體傳奇人物 有台積電研發六騎士之一的 林本堅他怎麼評論 他特別說 當年他曾經率先研發 193奈米的淨潤式圍影設備的技術 靠著DUV就讓艾斯摩爾帶來了大力度 而且打敗了當時的競爭對手 就是日本 好 時空把他拉到今日 他對於中方目前自主發展設備 最後以理路並不悲觀 理由是什麼 我們看到畫面上林本堅怎麼說 他說艾斯摩爾接下來要面對的風險 不是只是說 可能會失去中國大陸的市場 導致半導體科技轉緩 他也認為未來 如果中國大陸半導體廠自行開發出 另一套製程設備 是有可能反過來和艾斯摩爾做競爭的 這節我們要來關心到的是 大陸在沒有EUV的狀況之下 能多快實現晶片自主化 還有半導體推手 梁孟松將如何帶領中國大陸實踐 國產晶片自主化的大夢 這位教父他不會擔心中方沒有設備停擺 如何研判華為距離自主的設備 還要多久時間 委員 首先我們談一下林本堅是一個 半導體科技界的傳奇人物 他曾經在很早之前寫過一個論文 這個論文是從哪個概念來的 我們只要把一個筷子放到水裡面 你會發現說筷子會折射會彎彎的 而且會放大 這個理論在基礎在於說 光線到了水裡面 波長會縮短 一縮短的話解析度會提高 這個很簡單的物理學原理 他就想到一點說 那我們在做這個半導體晶片的這種屬科 就是要把線路刻在半導體上面的時候 如果在鏡頭跟晶片中間放上水的話 那會不會使得光線波長的縮短 使得解析度提高呢 理論上當然可以 但是他一寫出這個論文大家都嘲笑他 那個叫什麼 叫做白雪公主的夢 可是經過他奔走的話 當然張宗柏竟然相信 他跑了十幾年沒有人理他 張宗柏相信了 請他回到台灣來 開發淨潤式的圍影技術 然後就找上艾斯摩爾來做機器設備 所以艾斯摩爾今天發達應該感謝林彭堅 就是因為這種淨潤式的圍影的技術 再加上利用了德國菜式光學的這種鏡頭 使得原來的光線可以使用到了所謂深紫光 進一步到了極紫光的一個地步 那中國大陸懂不懂這個道理 懂啊怎麼不懂啊 那以前沒有人相信中國大陸 現在每個人都相信 再來就是中國大陸有全世界 僅次於台灣的DUV的機器 它現場有機器 所以要逆向工程要互製 難度就會降低了 你說哎呀 美國禁止 艾斯把鏡頭賣給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自己來啊 艾斯的鏡頭是一個很重要的挑戰 靜潤式的這個機器機台是很大的挑戰 但是從DUV要把它布刻出一個 艾斯摩爾水平的一個光刻機難度不高 所以當時美國禁止這個 艾斯摩爾賣機器給中國大陸的時候 我跟大部分的看法一樣 大陸三五年都可以追上來 道理就是你如果完全從一片荒蕪之地去摸手 那當然困難重重啊 你現在是看到說 這個原來介大事長成這樣子 我就用3D類印把介大事給類印出來 大概就這種概念 那所以華為投資這麼多錢下去 應該很快會後來居上 中國大陸的DUV機器 我預計三年內一定出現 那至於極齒光啊EUV 它的挑戰是因為有些專利是在美國手上 這是比較囉嗦 所以中國要繞開這個專利 去把DUV的光源給製造出來 那這個艾斯摩爾自己講 大概五年吧 所以如果真的中國大陸可以製造機器的話 這個機器會變成麵粉價 什麼麵粉價 現在DUV一台多少 一億五千萬美金耶 貴得不得了耶 然後EUV更貴 幾乎到三億到四億美金 現在又在漲價 因為什麼 三四億美金 很多工廠 而且主要是Intel也要買 Intel吹牛說 我有新的製程 配合上這個最好的光刻機 我可以打敗台積電 當然讓積電為止 還只是口頭上有這種成績而已 那中國大陸一定要靠自己 這個好就像說你轟炸機沒有自己做 戰鬥機沒有自己做 航空母艦自己做 太空站自己做 商業球想辦法自己來 中國人不能期待美國有任何善意 它要打壓在這個產業 但是只要中國人一突破的話 那個DUV一台至少會打對折 會很便宜 那很便宜的話 我們的半導體的生產成本就會大幅下降 不要現在喔 跟那個 輝打買一個晶片 哇動不動就好多萬塊啊 然後那麼貴了 它成本低得很 所以利潤高得很 就造成現在輝打股票一直漲 我們當然不是說輝打股票不要漲 但是你可以不要賺那麼多吧 所以讓我們整個人 共享科技發展的成果 所以中國如果在光刻機突破的話 會為人類帶來更大的幸福 地緣政治 內政之間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更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正在環球大戰線